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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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底下我們要進入那個Rimand Sound的地方 也就是說呢 我目前做到了把一個長方形 藉由細分分成很多個小格子 小長方形 然後呢 現在呢 那之前Upsum跟Losum呢 事實上是對每個小長方形 分別取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OK 那會得到一個外接的立方體 跟內切的立方體的面積 然後用這個面積來估算 那一個這個Double Integral 它積分出來這個廣義面積 廣義的體積 那現在呢 還有一個方式是說呢 我們事實上在每個小長方形上 那未必一定要取最大值跟最小值 我們可以取任意值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每個RIJ裡頭呢 對應於過去的那個DI個小區間 取一個點 對吧 那那個任意點在過去用SI star 那現在呢 就這個觀點來看呢 每個小長方形鬆呢 我要取一個點 所以我們現在在RIJ呢 RIJ這個東西呢 在上次做過就是DI一個 DI段的小 S軸上的DI段的小區間 配上Y軸上DJ段的小區間 所以是SI-1跟SI乘上這個YJ-1跟YJ 好 如果說這個圖形我隨便在這邊畫 這是我的RIJ 那現在呢 我們想要在這上面隨便取一個點 對吧 然後呢 並不是 那這個點呢 它的座標應該如何來表 OK 那其實你仔細的思考一下 這個點 要落在RIJ呢 其實諾且唯諾只有唯一的一個條件 就是 這個點的S座標必須落在這裡 它的Y座標必須落在這裡 這保證呢 這個點它對應於會RIJ裡頭的一個點 所以現在呢 從這個觀點來看 這個點呢 跟兩個座標的位置 實際上是等價的 所以你在這邊要隨便給我一個點 諾且唯諾呢 在這個 如果這個是任意點 那諾且唯諾就是它的SI座標 在這個地方任意取 它的Y座標在這裡任意取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取它的任意點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點 不重點 著重起 我們從它的對應的 方式著重起 也就是我在 在這個 這個 這個區間內任取一點 當從我這個任意點的 S座標 在這個區間裡任取一點 當成是我這個點的 任意點的Y座標 懂我在講什麼 是嗎 所以呢 我們考慮Reby上的時候 其實還是原來那個思考 在RIJ裡頭隨便取一個點出來 那它的值當成是我的任意高 對吧 只是那個點 因為在R2裡頭它的描述方式呢 我們改成它的對應方式 所以我們這個任意點 是取透由 那在這個區間內取任意點 那過去的符號叫做 SI star 那這個地方的任意點 E過去的符號 那叫做 SYJ star 這個I表示是 軸上DI個小區間裡頭 它的任意點 OK 所以我們令這個東西 屬於這個區間 你取兩個 也就是你取兩個任意點 一個叫SI star 一個叫YJ star 那它的位置分別呢 落在軸上的DI段 跟Y軸上的DJ段 那則這兩個構造出來呢 這個東西呢 就會imply呢 SI star跟YJ star 所構造出來的在R2上的點 它事實上就是RIJ裡頭的任意點了 是嗎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就可以考慮 所以它的 這個 由這個點它的函數值 來當成是我任意高的 的那個 我的任意高 然後配上等於面積 再求和 就會得到的 這是介於那個 Upper sum跟Low sum的 之間的那個數 Then the sum 然後the sum OK sumation 這時候呢 sum有幾個 因為你是Double Index 所以sum是I從1到NJ從1到N 然後呢 這個sum各位同學請念 它的高是在該點的函數值 所以 F of SI star YJ star 底面積是 Delta SI Delta YJ 那你總共有多少個 你事實上總共有 任意的I跟任意J 所以事實上是 N乘M個 OK 那這個東西呢 如同過去一樣 還是叫做一個什麼 還是叫做一個 Reyman sum 那個 對應於 With respect to 對應於這個 Partition P 好 那 有了這個Reyman sum之後呢 下一個定理呢 我們就再問呢 這個 這個Reyman sum呢 跟 Upper sum跟Low sum跟可基之間的關係 那當然呢 從過去知道呢 這個Reyman sum呢 一定是介於 Upper sum跟Low sum之間的 這沒有問題 所以 你再仔細思考 把過去我們有得到的結論呢 推到這裡來 你就會發現呢 如果這個函數呢 在這個長方形 送到R 這上面 如果它是一個可基函數 如果它可基 這個定理剛剛已經講過 如果我想要問的是 這個 可基跟Reyman sum之間的關係 如果它可基 對吧 OK 則呢 你可以發現呢 在這個 在這時候呢 則這個Reyman sum的極限 會等於 這個Double Integral 所以這跟過去是一樣的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只是 平行的把這個結果列式式出來 這個極限 這個極限 事實上會等於這個Double Integral over這個R的F of Sy DsDy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下一個問題 當然那就是直接應該來找例子 算一算這個Double Integral 好 那這個Double Integral呢 我們在 也就是說呢 這個時候就回歸到 當初在做定積分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先定義了定積分 他的定義對吧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有一些例子 用定積分的定義來算一算 這個定積分到底算出來多少 也就是Upper sum的極限是否很存在 Low sum的極限是否存在或相等 或者甚至有些時候我們發現 可能Reyman sum的極限是比較容易 容易算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到底說應該要拿個例子出來算一算 但是你可以知道 現在比過去的狀況還要複雜很多 因為過去只有一個sum 現在我們事實上只寫一個sum 但是事實上我們這個sum是sum over I跟sum over J的 所以在這個算起來的過程裡 可以知道 如果你真的拿Fur上出來算 Low上出來算 甚至你拿Reyman上出來算 他的極限不會很好算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不想要再勾出那個部分了 所以總之我們直接就跳到 好 事實上呢 我們真正在說 在算定積分的時候呢 一定不可能是從定義出發 就像我們當初在定積分的時候 我們後來有推導定積分怎麼算的方式 那個方式呢 當然不是回歸到定義 所以我們後來是推導定積分的計算定理 所以同樣下一個問題就是 回歸到這個定義其實它可定 可是它 你要用它來算相當的困難 所以我們下一個問題是 推導它計算上的方式 所以也就是它的計算定理 所以 how to compute 這個 double integral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專注的地方是 without going through 它的定義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呢 人家找到了答案 ok 那所以下面這個定理是 後來我們在算它的 它在算double integral裡頭 它的一個計算公式 所以下面這個定理是 所謂的forbidious定理 好 這個forbidious定理是這樣說的 好 還是呢 考慮在長方形上 這個長方形R呢 它一開始就告訴你 它是ab乘cd構造出來的長方形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也就是說我已經知道它double integral存在了 但是我不想要用uppersound low sum來算 或者它不存在 我不知道它存不存在 你能不能透過uppersound low sum 的極限 然後去確定它到底存不存在的問題 我們不想勾出那個 我們想要做的是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走的是一個比較捷徑 所以我們會假設它存在 那這個它也就是它可積 那一個二變數函數可積呢 我們知道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條件可以滿 會做到可積的這件事 也就是它連續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會假設它連續 因為連續是很容易判斷的 對吧? 二變數函數的連續是非常容易判斷 基本上你形式寫出來 你眼睛就可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 透過定理1、定理2跟定理3 所以連續是一個我們很容易看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把它假設成連續 然後在連續可以保證可積之下 OK 我們來 來推導它的計算公式 那這個定理呢 它是這樣說的 它說呢 OK 在一個長方形上連續的二變數函數 它的double integer呢 可以寫 可以呢 後來算出 變成呢 是CD 掛弧 AV F of Sy Ds Dy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也可以等於 AV 掛弧 CD F of Sy Dy Dx 好 這個定理呢 各位同學你先筆記先提下來 先看我的講解 OK 也就是說呢 double integer呢 可以透過這個等式 這個等式在講什麼 這是一個二變數函數 我在這個地方我先固定y 當成y是我的長數 我對s做積分 我把它積起來 而x的範圍呢 你的長方形是ab乘cd x的範圍在你r的定義裡頭 它的定義是a到b 所以我積的是a到b 積完之後呢 這個s要帶直進去對吧 這個y先不動 你先對s做積分 積好之後s帶直進去對吧 就沒有再也沒有x的 舉例說明f of Sy 偏微你會 我給你一個二變數函數 怎麼叫偏微你會微嗎 就是y固定你對s做微分 同樣道理 如果你引進偏微的感覺 什麼叫做y固定對s積分 那你微分跟積分是一體的兩面 所以你大致上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譬如說這是1 2s²y 這時候呢 來做這件事情 ab呢 是我的2跟3 對吧 好不好 直接給 這意思是y固定 你的變數是x 你當初微的時候就是不管y 微 你現在不管y g就對了 好 那你接起來會得到 6分之1的s²y 然後你帶入 2跟3 2跟3的時候呢 這時候一般講因為y有兩個變數 所以s帶入2 s帶入3 這時候這個還剩哪個變數 y 所以這個時候你接起來之後 s要帶入兩個數值 所以再也不見x了 因為所有的x被 ab這兩個數所取代 剩下的就是當初你固定不動的那個y變數 所以剩下的那個函數是y 然後我再對y做積分 然後呢 當然你會問說這個東西可計不可計 再回來看 你當初的假設是 這個函數是一個在 是一個二變數的連續函數 二變數的連續函數有一個定理是 你把它看成每一個單變數的時候 他在每一個變數來講都是連續的 所以他對x變數來講連續 他對y變數來講連續 我們有這個定理對吧 然後呢 所以因此呢 當你固定y看成x的時候的 這個單變數函數 x呢 他是連續函數 連續函數可計 所以定基分沒問題 計好之後剩下的那個y事實際上 也會是連續 所以當這個地方我會在高位正 我這時候不正 但是呢 大致上大家可以感覺 也可接受他 應該是連續的 OK 原因是他自己當初在y上也已經是連續了 OK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有一個牽涉到s的微分 會不會改變他 OK 事實上不會改變他的連續性 OK 這個留到高位代正 所以這個之後 基完剩下的y 還是一個連續函數 連續函數可計 所以你可以把它計起來 取值系跟d 好所以這個定理在講什麼呢 所以第一個這個 他所講的任何步驟都可行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他是說那你先對s 你先把s那個g 那個變數先g起來 然後當然你要代值 因為現在是一個代值ab 然後剩下y的部分 y的變數在當初你的定義域 是落在c跟d 所以他g的部分是c跟d 所以這個地方 好 那這是他第一個說 那第二件事情說什麼呢 第二件事情是說 你先把s固定先g 反正我有兩個變數嘛 你不是先gs就先g 他這說說你先gy的吧 然後代值進去 剩下s的變數 再對sg 再代值進去 得到一個數 所以double indigo 真的是一個數 就像定基分 他是一個數 好他說這兩個 這兩個都會等於這一個 double indigo 然後呢 所以你把這兩件事情 重新合併起來 也就是說呢 我在算這個double indigo的時候 什麼叫double indigo 他是一個二變數函數 定義在一個長方形上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變成兩個重積分 這兩個重積分是一個定積分的意思 你重複做兩次 因為他有兩個變數 你要得到double indigo是一個數 那你要先把其中一個數積起來 帶值進去 那個數不見 那個變數不見了 再把另外一個變數積起來 再把那個數帶進去 那個變數又不見了 所以呢 你一定要先積X或先積Y 那這個定理說呢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先把一個變數積起來 再積另外一個變數 那這個定理說呢 這個積分的結果呢 不會影響到他的 積分的順序 不會影響到他的積分的值 也就是他通通會等於 這個double indigo 也就是說double indigo呢 可以把它變成兩個重積分 重複 什麼叫重積分 就是重複 積分 積幾次 積兩次 然後呢 積分跟順序無關 也就是說你想先積誰 就先積誰 後積誰就積誰 他的這個算法是 這個值可以用重積分來算 ok 且跟你積分的順序 無關 就是這個定理講的 所以這個定理講完這個的 他寫完之後 他真正代表的口語 是我剛剛一直在跟你講的那個部分 好然後你要把這件事情給記下來 好 by the way 這個掛弧一般來講 ok 我還要再跟你講的是 這個掛弧一般來講 我們覺得寫在這個地方非常累贅 所以事實上我們自動把它省略 所以真正我們在數學上 後來表示出來的是這個值 所以這個地方牽涉到他的方法 還有他的看法 然後這個地方呢 同理我們這個呢 掛弧是一律省略的 好 所以寫下來之後呢 各位同學 你真正看到最後我們要的形式是 是這個跟這個 中間呢 原來的正確版是這樣 後來我們是這樣版 所以也就是說呢 當你寫了兩個重複積分的的時候 你算兩次定積分 ok 你從哪裡算起 一定是從裡頭算起 對吧 然後 所以你這個地方是先記s在gy 這地方是先記y在gx 好 那你要知道他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好 至於呢 你這邊呢 誰跟誰配 你要自己去把他配好 ok 這個東西有簽照 如果是y你這個範圍要寫多少 x要範圍要寫多少 所以他有一個是你自己控制的部分 那這個寫法跟到時候 你真正積好帶子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有影響 所以他真正影響的是你的答案 在你算的過程中 他不會即刻影響到 ok 好anyway 這個證明呢 那我們留到高尾在正 那 底下呢 就是 讓你練習一下 這個double indigo 然後呢 double indigo的技巧 好 也就是從 讓你複習一下 定積分的意思 ok 那當然我給你的例子 永遠都是不太花時間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 有太給你太多練習的時間 所以 那這個叫做重積分 重積分是重複積的一個簡稱 什麼 他的英文叫iterate Iterate的就是重複的 然後integrals 好 第一個 0到1 0到3的 1到2的s平方y dydx v呢 ok 譬如說 2到4 -1到5的 那個 sy的dydx 那個是dydx 這邊是dsdy 我只做一個 但是我給你兩個練習 請做a 好你的速度快一點 我沒有辦法給你太多時間 因為還有很多要講 好 所以這個正明哥 那個原式等於請 請 第一個不動所以 0到3 對吧 轟眼呢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過來的時候 這個你會造超 後來你去做這一個 做完之後再造超後面的這個部分 你會順勢而為 不會中間跑來跑去 眼睛看來看去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寫法 寫法就是你一般啊 就看完寫完了 你寫到哪裡 後面繼續往下寫 所以有些同學他計算常常是跳來跳去 先寫這個再寫那個 跳到最後自己都搞糊塗了 不需要如此 你就是每次就是從左走到右 走完就叫走完了 好 所以這個積分對Y積起來得 1分之1的 X平方Y平方 然後呢 帶路 這個時候也強烈建議 你帶直的變數放在這裡 ok 所以Y等於 1到Y等於2 然後你做到那個積完之後 往下還沒有眼睛還沒看 繼續往下看是寫 DX 所以你不會有漏的部分 好 如果你絕對上看起來不清楚 你要報糊起來 我也不反對 這個地方隨意個人的感覺 0到3 所以再來是你要帶路直 對吧 真正會錯的是在這裡 可是因為你這個寫了 就不太可能讓你自己有出錯的任何語定 好 帶直得 2分之 先帶上面 4對2消得 2S平方 然後 減掉 2分之1S平方 然後 DX 你一定要自己算一遍 你才知道各種的滋味 然後你在計之前一定會先做化解 所以你會變成是多少 2分之3 你可以把2分之3拉到外面來 0到3的S平方 DX 然後這個記起來得 3分之1跟這邊的3對消得 2分之1的X3之方 這時候呢你不需要再寫了 因為最後一個你不可能帶你做 0到3 這個算出來得2分之7 好 這個 好 這個就V留給你自己做 總而言之這些都是屬於計算的技巧 好 既然計算技巧 那你就是要練習 如果你不練習 覺得你會 我不知道 風險自己承擔 然後我上課給你的永遠是最簡單的例子 所以你不能以上課來評定 你要不要回家多做一些習題 然後你 Evaluate the double integral Evaluate the double integral 這一個 y的si的sy dsdy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他就是要你 剛剛那個技巧有了 但是呢 你知道技巧跟你會不會算double integral 沒什麼關係 unless呢 你需要用的那個定理理論 非常的清楚 在這個地方 R是 那個 一二 乘上 零拍 請 好 請問你 你要用什麼來算 你要用什麼來算 就是那個定理 那個定理叫做 那個定理叫做 Fubini Fubini OK 那Fubini的內容講什麼 如果他連續 如果他在R在長方形上連續 則他在長方形上的double integral 會等於先對sg或先對yg或先對yg 再對xg 然後那個g分跟順序是無關的 好 所以你在這邊你要先想先記s還是先記y 如果你想先記y剩下的就是x 那這邊有很多種寫法 這個地方你個人取決你的想法 如果你想先記x對吧 我可能不這樣寫 你先記x對吧 那x的範圍 這你要自己去找的 1到2 你沒有做題目 你不知道正理製造 如果你只是抄黑板 你永遠不會漏抄 因為我總會寫在這裡 然後呢再往外寫 gy0到pi 然後dy 或者你已經確定先記s 你可以先寫y 這邊就是0到pi 1到2 dxd y 好 請記第一個 所以這個照抄的時候我要抄了 記起來得 多少 負的 cos sy 你用subtution去算它 不會有人在這步算很久的 subtution當初怎麼算 那個細節在這個地方已經是一個心算的公式了 ok 你不需要寫出來了 ok 取值在 這個地方我會建議你 要念 s等於1 s等於2 然後在第一 y 再來我不做了 你自己做 ok 這個答案你自己去算 你看 基本上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積分的技巧當然不是只有subtution ok 這個我 指示欄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position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想要討論一下 如果說呢 r是ab乘cd的一個區間 那如果這個f呢 是從ab送到r的 然後g呢 是從cd送到r的 連續函數 則呢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對這類型特殊型的 這個 這個double integral呢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計算上的結果 當然這個定理 你如果很熟 不寫下來也是 不是很熟 Anyway我這個是拿來當成一個中間的殺時間 讓你多運算的一個計算 只是這個計算不像那樣的計算 那麼的precise 它是一個文字上的計算 好 所以呢 也就是算這個t方呢 你看 我的這個原來的那個二變數函數 現在是用單變數函數所構造出來的 也就是呢 我原來的那個f 因為我這個小 大小f已經被用 如果原來的函數 從小f改成大f的時候 這個二變數函數 事實上就是f of x 乘上g of y 然後呢 因為這個連續 這個連續 我們透過定理一可以知道 這個 這樣構造出來的二變數函數 它會連續 OK 所以當然呢 很自然又符合了 那個fubini那個定理 對吧 所以這個東西 你就算 告訴我答案多少 那個 這個地方根據fubini 這個是心算的一個東西就可以 你一的先對s做積分 要不然就先對y做積分 等你對s做積分了的時候 這個gy是常數可以拉出去 對吧 然後呢你就會得到f從a到b的定積分 對吧 積分之後呢還有一個y 在乘上d dy 然後呢你那個定積分會落在y的倍數 對吧 y的常數 對吧 會落在y的積分裡頭對吧 可是定積分是一個數 所以在積分的過程 它又可以拉到外面去 對吧 裡頭就會變成y的定積分 所以答案是對s的定積分 乘上對y的定積分 所以是abf of dx 乘上cd 你說你為什麼要計算呢 我你直接就是那個定理的去 去用而已 好吧我再把它寫下來 好首先呢我先把 我先對這個s做積分 所以我先 所以我第一步是把double 把double integer改成iterate integral 我先說我要先對dxg 再對dyg 好當你在做這個積分的時候 剛剛我的口語如果你沒有講到 這個長 這一個跟s積分是無關 所以你就會拉出去 然後一旦你拉出去之後呢 這個東西呢 就只能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告訴我多少 對吧 然後呢這個東西是一個定 定數了 對吧 然後你下一個是要g y 所以你又會把它給拉 達到這個積分外面 所以這個東西只是一個非常 這個是所謂理論性的證明 它原本一定永遠比計算性的證明來得簡單 因為它有些部分該算的它都不會算 都只是留在那邊當成一個結果 就是這樣 所以它不可以有帶錯的問題 也不太有可能計算錯誤的問題 OK 但是呢它還是能算取決於你的基本概念 所以它是用基本概念來做演算的 所以基本概念能夠不太能夠變化 所以一般來講 理論型的計算事實上是很容易算又很簡單 然後時間又很短 不會有計算錯誤 不會有計算錯誤 好 那底下呢 有講的是double integral它的性值 這個性值講完我們就要到下一個真正重要的部分了 這只是一個中間過程 properties 那 of這個double integral 那這個地方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想法出現 原因在於呢 double integral其實想白了 它其實就是定積分 它的考慮方式 它的定義方式 我們講的 當我們講它是的時候 是回歸到它的原始定義 不是它怎麼算的 OK 常常你怎麼算跟它的定義 後來是完全看不出 它當初的定義方式是什麼東西 尤其你在算積分的技巧 積分的技巧絕對不會 你很懂積分技巧 你絕對不會知道什麼叫做定積分 它當初原始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當我們在講它的出處的時候 一般都是回到定義了 也不會講定理 因為定理無法呈現定義 可是定理能推定義 OK 所以你要了解定義跟定理它之間的關係 定理無法呈現定義 對吧 它出處為何 但是呢定理是 定理是用定義來證的 只是我很多沒證而已 OK 所以誰是根 誰是果 誰是基 誰是蛋 OK 它有它在數學上的那個 那個 那個全量 你自己要搞清楚 OK 所以你一味的認為定理 可以取代定義 那你真的是錯誤 尤其在思想推廣 組織架構上 那定理可能勝於定義 OK 可能 但我不能說一定是怎麼樣 取決於你這個是怎麼樣的學科 好回來這邊講 其實Double Indigo 減分來講 它根本跟定義分是同一個東西 只是它從一維推廣到二維 它有一維的partition 推廣到二維的partition 一維的uppersum 推廣到二維的uppersum 然後一維的什麼定義 二維的定義對吧 其實本來講它根本就是 它的走向完全就是當初的定義分 所以其實它是用同一概念定出來的 所以而呢 定義分已經走過一次了 在上學期已經走過一次了 所以呢我們又知道定義分的很多性質 所以既然如此 我跟你是同樣的東西 然後呢既然你前面已經走過一次了 用這個東西再走 應該可以走出同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這邊有double indigo的它的性質 譬如說定義分有怎麼樣的性質 有很多啊 這個就是它的性質的部分 性質的部分一般來講用定義列數 譬如說那定義分有四折運算啊 ok 然後呢定義分還有一些其他的運算啊 還有minim value定義啊 有很多很多很多你可以講得出來的定義啊 我們問說那double indigo有沒有 ok 如果有的話 它的結論應該怎麼下 ok在這個地方我就是大致上 我在這個地方的理論根據 就是講這一段話就要帶過去了 底下我就列幾個性質給你 那我不可能把 當初定義分的性質全部列在這裡 但是anyway我只是要告訴你 它都有 所以第一個一定得列的是四折運算 那當然呢 這邊的四折運算呢只有加法而已 加跟乘法 加跟減 但是我們還是會用四折運算來取代 好 好 那這個地方呢 這是一個定義在長方形上的兩個連續函數 那這個地方呢 這是一個定義在長方形上的兩個連續函數 好 所以事實上 AV 不需要寫 ok anyway 這個呢 各位同學 四折運算 那你應該知道內容了 所以請 AV AV 的 F 加上 你筆記可寫 你不是要看著黑板 你嘴巴 Beta倍的 G 的 S of y S of y 掛虎起來 D S of y 會等於 AV 的 Double integral over R F 的 F 在 R 上的 Double Double integral 你不能做兩件事情 這個在訓練過程中是一起訓練的 所以你講出來跟你寫的順序常常無關 可是這無所謂 原因這都是為了當後來口試的時候你的訓練 你 並不是說口 那個這個是已經訓練以來已久 到這個地方已經快要接近 那個 學期已經到了三分之二學期了 所以再加上上學期 其實你快要四分之三 很 超過半年了 這是第一個 在這個立方呢 會有這個Alpha Beta呢 事實上是 屬於R 的 好再來一個我唯一列在這裡的是 如果 F 大於等於 G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等於的部分是可以 保留的 也就是說呢 這兩個函數 F 比 G 來的 大 OK 要不要相等可以 在這個R 則呢 大的 Double Inigo 一定 大 一定跟著大 然後這個是大於或 等於 漏寫了 Double Inigo 那這個掛紅可以省略 那這個證明呢 跟過去完全一樣 OK 所以過去的證明你在這邊抄圍一遍過來就對了 好 那底下呢 這個習題 17.2 已經給你們了 好 那我要進入到真正重要的部分 是Double Inigo over 那個 General Region 好 這個部分的章節進行你也可以猜得出來 兩部分 一個是他原始的定義方式 還有一個是後來呢 他的純計算方式 OK 所以我們要推倒兩部分 然後他的理論部分是在這個這一節的最後來講 他的運算方式呢 他的純計算的方式呢 是在下一節來講 OK 就是17.3 好 那現在呢 沒有人不懂我要做什麼 所以Now we want to extend 這個概念 notion 是我的概念 這個Double Inigo 我們看上面推倒的都是在長方形上的Double Inigo 所以 這個長方形上的Double Inigo概念呢 那個我們要extend這個 前面所會講的這Double Inigo 是呢 To more General Region 那前面的概念當然只有一個 就是長方形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就不在這邊特別講 OK To more General Region 或Domain 好吧 如果你要講得更仔細 那就在後面再講 Lang這個 The Rectangle R 什麼叫more General 就是比長方形更一般的 Lang的Region R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隨便畫一個圖 總而言之呢 這個圖呢 OK 就是你隨便給我一塊 你想怎麼畫你就怎麼畫 OK 你想隨便 OK 這就是我的Omega 唯一是他必須是 在R2裡取 然後呢 唯一的條件是 OK 除了他在R2 當然不在畫下 你還要求呢 所以Lang Omega B2 這個地方是 好 R2最後在R2上的一個區間 除了他在R2之外 你還要求他怎麼樣的條件 好 有個同學說closed 一定要帶邊界 這是很明顯的 對吧 從一維 當初那個區間的時候 你帶不帶IV 你那個長方形帶不帶A 帶不帶V 帶不帶C 帶不帶D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普基本概念 這個只是叫你延伸 除了這樣你要求他怎麼樣 第一個那個同學講的closed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這個是非常直觀的 沒有什麼刁難 就是他從你腦子自動繃出來 突現出來的東西 一個 再來一個是一定是有界 你不會讓他R2裡頭的東西一定有界嗎 區間一定有界嗎 你當你在講定區間的時候 你一定是考慮有界B區間嘛 所以現在我從長方已經討論到長方形了 要變成另外一般的的時候 長方形第一個有界B區間 它是自然凸顯在這裡 當我把它自動化成一般的區間的時候 那個條件也要帶上來 並不是那個條件拋了 所以你在學數學中 有很多是背後的東西 可是常常被你們所忽略 所以當你要擴展成一般的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些東西你沒有 所以你腦子裡有的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東西 你抓住的東西到底是怎麼樣的東西 你的學習系統到底怎麼樣一回事 這地方你要去比較一下為什麼 OK 你自認為學得很好 可是每次到了某個程度的時候 問你很簡單的根本問題 你卻回答不出來 那其實就犯了非常大忌 也就是說你的基礎非常不穩 而這個東西不是很抽象 OK 什麼時候基礎不穩會出現 有些問題當他很抽象的時候 你不能憑感覺的時候 你只能憑你有的基本概念做推導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沒有 原因是你很 也就是說你常常抓住的部分是感受 而不是組織架構基本概念 所以有界叫做bonded b 區間叫closed 這個東西呢 the region in這個r2 好 我已經畫在那裡的 我邊邊 好 那現在呢 我這個函數呢 我不是要討論他 我要排兩個東西 一個是定義域 所以定義域已經從正正正 規規矩理的長方形 正方形是長方形的一部分 所以我一般講就是長方形了 OK 推軟到一般任意形狀 你畫了出來的ω 中間要不要有個洞 也可 誰說不能呢 行還不行 反正只要是二維的東西 OK whatsoever 那個形式可以 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OK 然後呢 有了他之後 我在他上面取連續函數 OK 或者是也不需要連續函數 就是一個函數吧 誰說考慮積分要考慮連續 考慮積分不考慮連續 只是考慮他的α上的極限是否存在 low上的極限是否存在 且相等從來沒有再講考慮連續 連續只不過是會保證他可積 OK 請你不要搞錯 那個 那個他的 他的那個論述過程 好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 how to define OK 這個部分都沒有問題了 好吧 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想問這個函數在ω上 他的double integral 好 你說呢 然後你當然呢 第一個問題就會說呢 那個 欸 那我們是不是重做一次啊 把r上的東西啊 真的一樣畫糊塗的重做一次 基本上這個是最直接的想法 如果能夠重做一次 那原來怎麼做就怎麼做嘛 他的答案就是照原來的答案來講 好吧 當你的 好啦 我們就嘗試來重做一次 讓你發現第一步 當你在重做一次的時候 你的第一步要做什麼 這就是真實體材的部分了 你的概念基本概念的部分了 OK 你第一步要做什麼 你要先對他的定義力 omega做 細分 你不要講出partition 這不是一個可以執行的話語 partition 對嗎 partition是一個詞 它不是一件 是 你真正要講的是一個可執行的事 什麼叫可執行的事 就是對你要做細分的那個東西講出來 對像人物什麼地點時間 這叫做一個可執行的事 這叫做一個 你跟人家回答 絕對不會繃出一個名詞 再跟你聊天之後再繃出一個名詞 你的過程當中就是名詞名詞名詞 那誰知道你們在聊什麼天 那你們的回答為什麼老是脫離常態呢 不合羅 這個就是脫離常態啦 OK 就不是一個根本的 基本的日常生活裡頭的根本態度 在思考東西、回答東西 學習本來就是生活的基本態度 所以你 就是一個很輕鬆 但是你很聚精會神就是了 OK 那你能夠做 並不是把自己奔得很緊 人家無法跟你對談 OK 那不叫做學習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想對他的定義 Omega做 細分 好 請問你 那牽涉到兩件事情 你是要把它細分成 呃 應該要細分成長方形 才有辦法算面積對吧 你當你想把它細分成一些小長方形 你發現如何 有其困難 第二個是 就算你可以了的時候 你能夠對各種不同的Omega 給出一個共同細分的方式嗎 如果他可以 可能是依他的形狀割出來的 對吧 對吧 然後呢 你再給我另外一個形狀 他可能依他的方式要去割 可以割成長方形 可以割成長方形 可是不同的形狀 有沒有一致割成長方形的方式呢 你會發現真的有其困難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面臨上的兩個非常粗淺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割成把它割成長方形有困難 第二個是這個割法可能跟他的形狀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有動跟沒動的割法就顯然是不一樣的 對吧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用統一個論述方式把它寫出來 你竟然沒有一個統一的表達方式 你就沒有辦法 那個得到一個統一的定理對吧 你可能要各做各的描述 那結果各做各的算法 最後結果可能沒有辦法統籌在一起 變成一個漂亮的底論 所以牽涉到兩件事情 一個是不見得能割 第二個是找不到共有細分成長方形的方式 這個部分在學技算是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部分對後來的思緒 在二年級上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地方牽涉到你學習的更進一步 所以你會慢慢人家會要你去做一些想一些問題的 所以不再是你只是學習西周知識了 當你踏出學校不管是研究所或博士生之後 你踏出學校校門那一步 人家是要你給答案 OK 我給你一個問題 你告訴我答案是多少 所以你要慢慢從角色聽人家給你答案 變成是答案的那個provider OK 所以你要慢慢的轉移 所以在這過程中學習過程中 讓人家會訓練問你一些問題你回答 然後甚至於在問你好 這個問題給你做 你覺得問題在哪裡 你已經有一個根本版了 所以突現的問題是什麼 你要能夠告 然後你才要辦法解決它 OK 所以這個東西呢 不是聽的問題 你永遠把自己當成一個觀衆就會一直聽 你要嘗試去回答問題 還有你會發現人家問你的問題已經不太一樣了 開始 尤其是下學習你可以開始看到我問你的問題是從結構性上出發的 這都是為了後來做暴露的 OK 原因是將來你一定是答案攻擊者 而不是等你老闆給你答案的 你要什麼什麼時候開始轉變 還有沒有人給你這個機會去轉變這個角色 OK 如果有你要抓住那個機會 因為這是一個極難得的部分 好 這個問題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討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